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网络行销面临的一些技术问题 那我在2000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呢 开始架设网站 那时候是学习Dreamweaver 还有Frontpage这种比较简单的 排版,网页排版的软体 可是你网站架完之后 你必须去考量 这个网站的档案到底要放到哪里去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才知道什么叫做虚拟主机 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网页资料 放到云端去 那别人在这个云端24小时开机的机器 上面才能够看到你的网页啊 所以呢 那个时候就碰到很多 架网站或遇到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牵涉到网络行销 只是纯粹架网站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目前啊,最近这几年 网络行销大师 还有全世界使用Wordpress的人口 非常非常的多 几乎已经占了一半以上 都使用Wordpress的架式网站 那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Wordpress它的弹性很大 它的弹性很大 就是它可以装很多外挂软体 然后它本身是开源的 开源就是开放原始码 就是它可以让你去自己去修改它的原始 原始程式码 所以它一方面它也是免费的 但是不代表免费就很便宜哦 因为免费的条件必须是你自己必须学会怎么去驾驭它 不只是安装它哦 你还必须去驾驭它 更新它 维护它 还原它 备份它 有骇客入侵的时候 你还必须去修复它 这些都是你必须去了解的 那当然如果你这些学习都没有做的话 你就是要花钱外包给别人做嘛 所以并不代表免费就代表它便宜 不代表因为你包给别人做 其实那个工钱也是要考量进去的 那第二个呢 你可能会遇到这个架设购物车的问题 购物车就是你今天如果想在网络上卖东西 那直接在线上让人家刷卡购买 然后东西自己寄送给对方 那你就必须用到购物车的功能 那第三个呢 你就会遇到那Wordpress或者是我的购物车 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主机商 把我的这个Wordpress或者是我的购物车软体 给架设在这个主机商呢 所以你又会碰到选择主机商的问题 然后呢 遇到主机商 就算你选好了主机商之后 你又会碰到什么呢 你会碰到我如果想要线上刷卡的话呢 我又会碰到金流公司 我怎么选择的问题 那你选择好了金流公司之后呢 你又会碰到 你怎么去串接这个金流系统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呢 你又回到一个找工程师的问题 我说啊我那个网站架好了 可是呢 我只能够告诉客户用ATM转账 那我想要线上刷卡怎么办呢 那你就一定要找金流公司 而且还要找工程师去串接 就是在你的网站上面呢 去串接这个金流系统 比如说以前的红蓝绿很出名 红阳绿介 蓝芯 那目前呢 因为有些并购的问题 所以蓝芯和那个绿介 绿介已经改成欧富吧了 那红阳依旧是红阳 那蓝芯好像 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也是换了一个名字吧 那你必须要知道 这些金流公司的程式 怎么去串接到你的网站上 所以你还必须面临这些 选择金流公司 串接金流系统 还要找工程师帮你串接的问题 再来就是你资料备份的问题 对不对 万一你今天资料没有备份 那你自己把网站弄坏了 为什么把网站弄坏了 比如说你现在更新 或者是你要上架商品 或者是你在后台做了某些动作 结果程式被你搞坏了 这是有可能的 在我们在修改程式之前 我们都先备份程式 所以这个资料备份的问题 也要去注意 然后再来就是 骸客入侵的问题 那一旦骸客入侵的时候 因为这是你无法预期的状况 所以你必须要在 骸客入侵之前 你就一定要先备份你的资料 然后骸客入侵之后 你要赶快去还原 如果你碰到这个网站 真的有问题 那你就必须到后台去 虚拟主机的后台去 然后重新把这个资料 做还原的动作 以上这些问题呢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我目前因为有很多学员 或者是很多客户 或者是朋友 他们都会问到这个 架网站的问题 那比如说选择虚拟主机商 来讲的话呢 我们以前会到国外去 或者是在国内的 的一些虚拟主机公司 然后去租用这个系统 那像这个C-Panel这个画面 如果你有去国外租过 虚拟主机的话呢 应该不陌生了 这个虚拟主机他们都会提供这个C-Panel的 C-Panel就是Control Panel的意思 那他们的注册的名称就叫做C-Panel 只要你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呢 它就是一种C-Panel的控制界面 它是一个虚拟主机厂商提供的控制界面 它可以去让你开电子邮件账号 还有让你去上传你的网站的资料 然后去架设网站 比如说AFTB账号让你去上传 上传资料 那一般来讲啊 你看到这么多功能 其实已经头昏了啦 包括我自己也是啦 比如说像这个DNS的管理 MySQL资料库的管理 如果你要加上Wordpress的话 那你就要去懂这些东西啊 哇 看来真的是头昏脑脑 那后来呢 我就跟国内的主机商合作啦 因为其实真的太多客户问这个问题了 那我通常呢 以前啊 我都直接告诉这些客户或学员说 你们就到国外去 主用主机好了 那其实因为那段的责任 我不太敢去承担 就是我要帮他们背书 哪一家虚拟主机厂商服务好啊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事实上国外的虚拟主机商 因为除非你会讲英文 或是你会用写英文打字 跟对方联系 那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英文程度不太好的话 那你去租国外的主机 有时候碰到沟通的问题还蛮讨厌的 蛮是障碍的 会花费许多时间 那后来呢 我就自己跟台湾的厂商合作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目前有人会问我说 那我自己的网站到底是摆哪里 好我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我的网站的后台叫Plesk 叫Plesk 那这Plesk跟这个CPanel呢 是雷同的 只是说他们是两家不同的组 的那个管理界面 那Plesk这个界面呢 我感觉比较单纯 就是我要用到的功能 其实就这些我就够用了啦 所以呢 像我添加子域名就是 譬如说 sunget.com.tw 这是我的公司网站 那添加子域名就是 我可以再架设另外一个网站 就是 shop.sunget.com.tw 那你会看到 好我直接示范给你看 就是我公司网站就是 www.sunget.com.tw 好这个就是我的公司网站 那刚刚还有看到一个子域名 就是这个 shop.sunget.com.tw 好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再开个网站 shop.sunget.com.tw 好 ok 那这个是opencard 也是一个open source的 开源码的软体 它是一个购物车软体 它是个购物车软体 所以 你看这个是我今天下午才把它 安装起来的购物车软体 那它也可以选择 直接在前台就可以选择 language 语系 比如说 繁体或简体 那你会看到 繁体为什么都没有繁体 这是因为它的产品 预设是英文的产品 它写的是英文 但是你看 会员中心这个就是繁体了 这就是繁体了 那有些还没有翻译的 那它就直接写这个系统参数 所以它没有翻译出国字来 那你看这个评价 这个都是国语的 底下这个联络我们这些字 也都是国语的 所以它在前台就可以 让消费者直接去切换 语系 这个就是opencard的购物车系统 那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那他们也想要架设购物车系统 那我会我会建议它 就是我目前用的这一家 plask这一家厂商 那我我有跟它合作 就是如果你们以后真的想要架设 wordpress或者是架设这个 购物车系统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目前的这一家合作厂商 那他们有几个特色就是 网址域名管理 他们可以直接申请网址 还有这个SSD HD硬碟 还有电子邮件 然后扩充性自动备份 然后24小时的服务 这个都是算他们的基本服务 那还有就是在虚拟主机的申请部分 他们有提供台湾Linux的虚拟主机 然后Windows的虚拟主机 那我当然不建议Windows 如果你们是架网站的 就台湾的Linux虚拟主机 还有或者是香港Linux虚拟主机 其实主要是看你的客户群在哪里 或者甚至是中国大陆地区的Linux虚拟主机 那当然如果你要在大陆架设网站的话 它是有一定门槛的 就是你在大陆当地要有公司去申请 那这个当然他们会协助你 这部分会协助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 台湾虚拟主机的 我自己目前是使用这个标准型的4000块 标准型4000块 当然如果你那个规格比较大 比如像每月流量 如果你流量比较大 那一间你就买6000块的 那我个人是买4000块的 那我不建议2500块的 因为这个是HTML静态网站 那我们是必须要有资料库的 比如说Wordpress或者是购物车 这种是有资料库有后台的 像这种HTML就是没有后台的 然后继续接下来看就是 这个4000块标准型 它就可以支援OS C Commerce 或者是网路开店 或者是ECSharp的开店软体 或者是XOPS架站系统 或者是论坛架站系统 或是论坛架站系统 Discuss论坛架站系统 Wordpress 目前最夯的 Wordpress的架站系统 都是有支援的 Gymra的架站系统 免付费的安装层次桃键 都有 然后呢 它免费赠送一个网址 就是.com的网址 或是.net 这边有写 然后呢 它有5个直网域 也就是说它可以架成5个网站 5个网站直网域 5个直网域的意思就是像我刚才 像我刚才这个 什么叫直网域 就是 譬如说我的主网站叫做 www.sunget.com.tw 我的直网域是 sharp.sunget.com.tw 所以你会看到我的 sharp.sunget.com.tw 跟我的 www.sunget.com.tw 后面的这个domain name 就是我买的网址 domain网域名称是一样的 那前面这个名称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叫直网域 那如果是直网域的话呢 它这边写的就是可以最多加设5个 5个网站 5个直网域的网站 好 也就是说如果不同域名的话 它不能加设 那 三连角的话呢 就比较便宜 然后呢 它有附送email 有附送60组的email 那每一个email呢 可以有100Mb的空间 附送60组的email空间 60组的email 60个email帐号就对了 好 那目前支援的PHP是5.3版 然后 MySQL资料库可以支援到5个 5个资料库 我觉得还不错啦 那 那底下这些呢 就是24小时值班 email支援 电话支援 这些通通都有 防火墙 帮你完整备份 这些都有 有跟它合作 就是只要以后 你是流奶爸学员的话 那 你可以告诉我说 你想要租虚拟主机 或是你想要加设网站 需要调选虚拟主机 或是你想要加设购物车 你想要加设Wordpress 因为以前这些我都是不提供服务的 以前我都是不提供服务的 那 现在呢 因为我有跟这个主机商 合作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需求 你们可以直接告诉我 那我再跟主机商 以后如果你是我的学员的话呢 那 你过去呢 不会比较便宜 我先说不会比较便宜 但是呢 保证会有比较好的服务 比较好的服务 因为 老实讲 这个价格 你说要再便宜 我觉得也没什么空间了啦 这种价格 我觉得这个已经够便宜了 价格网站一年才拿来4000块 那另外一种呢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 这个 网站设计的部分啊 如果你要购物车的话 我会建议你用这一包 网路开店精选包 15000块 15000块可以价什么样子呢 你看喔 手机平板 全部都支援 好 假设 我随便点一个 这个 这是他们的翻例网站 好 像 这样子的购物车 这样子的购物车 那 这样子的购物车 他们帮你架设好 你只要到后台去新增商品就好了 去新增商品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 加入购物车像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购物车 而且功能蛮多的 功能蛮多的 而且还有手机板 手机板跟那个电脑板都有 手机板你看如果把它缩小的话 它的长相会变这样子 所以它是有支援手机板 还有电脑板 有没有 它自动去 我们叫自适应网站就对了 autoresponse 自动回应 自适应网站 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讲的 网络行销 你会面临的很多技术问题 我刚刚讲的这些技术问题 纯粹是架网站的选择性的问题 那还没有牵涉到行销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用这样子的购物车系统 或者是wordpress系统去驾站 它最大的好处 其实凡是有好有坏 我先讲它最大好处是它比较弹性 像wordpress它比较弹性 它可以加装很多外挂 那当然缺点就是它会遇到很多 你自己必须去维护的问题 那我会推荐你 我跟它合作这个虚拟主机商 主要是它可以提供你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克服 譬如说我今天被駭客入侵了 我网站不会回复怎么办 OK你可以一通电话过去 它可以帮你回复 这个就是最大的价值所在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 你做网络行销会碰到的 架设wordpress网站的问题 或者是架设购物车 你要贩卖商品的问题 选择虚拟主机商的问题 还要选择金流公司 创接金流系统 找工程师的问题 刚刚忘记讲到这一点 这个我合作的虚拟主机商的 每年15000块的这个 这个solution解决方案呢 它已经帮你创接好弘扬科技的 弘扬科技的金流系统 所以呢 你已经不用再请工程师去帮你创接这部分了 他们已经创接好了 所以很棒 你可以让客户先送刷卡 那当然你也必须支付给弘扬的这个金流公司呢 一笔合约费用 这个合约费用大概是三万多块钱 但是呢 好像是三年吧 但是如果你透过这个 我合作的虚拟主机商的话 会更便宜喔 便宜很多便宜很多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再跟我讲 然后资料备份的问题啊 他们也自动帮你备份 嗨客入侵资料还原的问题啊 他们也可以帮你做 只要你一通电话讲国语 讲国语 我觉得最棒的是这个啦 讲国语 你如果是住用国外的话 你没办法跟他讲国语 你不爽的话 你也可以用国语骂人 如果你住在美国的话呢 你不能用国语骂人 对方听不懂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好 好